天气越来越冷了 介绍给您这发烧商品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店家会推出这所谓的预寒商品 而现在最酷的呢 是在日本呢 卖到缺货的一种叫做自动发热衣 这衣服会自己来散热 发出热 让大家觉得很温暖 第一次来台湾贩售 告诉你以上事就造成了抢购的风潮 薄薄的内衣看起来很一般 但是这可是日本超行的自动发热衣 只要穿上去就有发热保暖的效果 日本每年都卖到缺货 以引迹台湾立刻热销 蛮保暖的 而且它材质很舒服 穿在最里面 然后就是外面不需要穿很多衣服 对啊 然后就会很保暖 那这个内衣呢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材质 对 然后它是能够吸收人体的水蒸气 然后转变成热能 同时又有保温的作用 所以又发热又保温 除了内衣同系列的围巾 袜套和手套也都会发热保暖 内衣配件以外 浴航外套也是今年秋冬的必备品 业者推出超轻量羽绒外套 重量只有206克 比夏天的衬衫还要轻 穿起来就很轻啊 就很像没有穿的感觉 想要走可爱风 今年流行的毛绒绒系列 也是不错的选择 穿上绒毛外套 不但保暖 造型也很cue 就连室内脱鞋 也有绒毛款式 想要帅气一点 还可以选择皮草背心 业者推陈出新 希望在今年寒冬 能让买气热呼呼